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韩港澳台地区累计确诊新冠肺炎102958例 现存确诊459例 其中境外输入5361例 肺炎造成累计死亡人数4851人 截至北京时间4月5号 中国之外已有219个国家和地区有感染病例 累计确诊1亿3172万9752例 较昨日新增49万例 死亡2856272例 较昨日新增7881例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破万的国家和地区已有140个 美国感染者累计超3078万例 比昨日新增8万例 累计感染3078万5390例 全球举首 美国邻国加拿大累计感染超过101万例 达到101万7130例 欧洲疫情继续快速蔓延 目前已有44个国家感染者累计超千例 我们来看法国的最新数据信息 截至5号下午 法国新冠感染确诊患者达到483万3263例 日增1793例 病亡患者共计98674例 增加197例 重症患者共计5433例 下面我们来回顾法国当地的具体新闻 当地时间4月6号 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称 已正式批准法国政府 为救助法国航空公司提交的新方案 欧盟委员会表示 法国政府将通过向法航的控股公司 法航和航集团注资 来帮助其应对财务困难 但该集团中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 不会受益于这一救助方案 此外 法国政府还能以加购股份的方式 向法航最高注资10亿欧元 由此 法国政府在法航的股份 将由现在的14.3%上升到接近30% 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欧委会方面同时表示 这一公共救助方案 还将附加其他条件 尤其是要防止不公平竞争产生 为此 法航将不得不在巴黎南部的奥利机场 出让一定的运营份额 让其竞争对手增加航班班次 以此来确保机票的公平定价 以增加乘客的购票选择 环球网综合报道 法国一家餐厅违反防疫禁令秘密举行豪华晚宴 而宴会者中不罚部长级别官员 根据法国新闻广播电台4号报道 巴黎检察院已经就此次事件展开调查 法国政府高级官员也表示将彻查此事 绝不姑息 目前法国正经理第三次封城 此消息已经公开便引发轩然大波 法国电视六台一名潜入晚宴的记者表示 该餐厅地点十分隐蔽 只有几个高级客户知晓 菜肴也极尽奢华 如鱼子酱、香槟及大厨的特制菜单等 此外该频道宣称 记者已经获取当晚晚宴的照片 有十几名参加者不仅没有佩戴口罩 甚至还行贴面礼 严重违反防疫措施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对此十分关切 并要求巴黎警察局立即核实该事件的真实性 以便起诉这次秘密晚宴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目前法国有近930万人 已经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其中超过313万人完成了两剂注射 占全国成年人口的6% 法国国防部长宣布从6号开始 将在7家军事医院开放长期疫苗接种中心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4号下午 法国新增66,79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达482万2470例 目前法国有近930万人 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其中超过313万人完成了两剂注射 占全国成年人口的6% 另外法国政府已经授权退休授医 公共卫生监察员 药剂学专业学生等 参与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 以加快推进疫苗的接种 法国国防部长宣布 从6号开始将在7家军事医院 开放长期疫苗接种中心 下面我们回顾一组国际消息 据了解英国政府计划近期 在多场公共活动中 试谁使用新冠疫苗护照 不过这一方案招致多种反对声音 据报道 约翰逊计划试水疫苗护照的 第一场活动 是4月15号 利物浦一家喜剧俱乐部 举行的演出 其他公共活动还包括 英格兰组总碑半决赛和决赛 在谢菲尔德举行的 斯诺克世界锦标赛 以及在哈特菲尔德举行的 一场跑步活动 英政府将根据疫苗护照 在这些活动中的实际效果 评估是否推广使用此类护照 按照卫报的说法 疫苗护照认证系统 将允许人们经由一款手机应用 或是凭借一张纸质证书 获得进入公共活动现场的资格 保持社交距离等有关防疫措施 也会相应减少 疫苗护照将显示 持证者是否接种过新冠疫苗 最近一次新冠病毒检测 呈阴性的时间等信息 然而包括资深保守党议员 在内的一些议员 反对使用疫苗护照 一份由72名议员签署的声明称 疫苗护照具有分裂性和歧视性 反对党工党领袖斯塔莫表示 疫苗护照的想法很不英国 一名政府科学顾问则警告说 疫苗护照会让人们产生 虚假的安全感 齐罗网闪电经文4月6号讯 英国政府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英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12万例 为欧洲最多 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 在当天的疫情发布会上表示 从4月12号开始 英格兰地区将进入 解封路线图的第二阶段 英国政府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英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12万例 为欧洲最多 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 在当天的疫情发布会上称 从4月12号开始 英格兰地区将进入 解封路线图的第二阶段 非必须零售店铺等 可以恢复营业 理发店 图书馆 社区中心 动物园 餐厅和酒吧的户外 就餐区等也将恢复营业 或重新开放 我们认为这些变化 完全符合数据 目前的疫情数据显示 英格兰满足了 放松防疫措施的四项测试 但是我们不能自满 我们可以看到 疫情仍在其他国家肆虐 我们也看到了 疫情是如何发展的 不过英国政府 仍不允许当地民众 因度假而出国旅行 同时将提供 每人每周两次免费的 新冠病毒检测 希望此举可以为 放松防疫措施保驾护航 当地时间4月5号 印度卫生部发布的 疫情数据显示 印度过去24小时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03558例 创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最高 新增死亡478例 印度总理莫迪 当天主持召开高级别会议 要求进一步采取措施 遏制疫情反弹势头 确保足够的医疗资源 并加快接种疫苗 他呼吁各地认真落实检测 追踪 治疗 个人防护 和疫苗接种等防疫措施 印度卫生部说 由于确诊和死亡病例激增 马哈拉 施特拉 庞哲普 和切底斯格尔等 11个邦的疫情 令人严重关切 过去14天 这些邦新增确诊病例数 和新增死亡病例数 分别占全国90%和90.5% 卫生专家指出 当前疫情反弹的原因 可能是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等防疫措施 执行不严格和病毒变异等 印度1月16号启动新冠疫苗接种 目前全国已有 7900多万人接种疫苗 七路网闪电新闻 4月6号讯 据朝鲜体育网站 4月6号报道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 朝鲜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 新华社平壤4月6号店 据朝鲜体育网站6号报道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 朝鲜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 报道说朝鲜奥林匹克委员会 于3月25号在平壤举行会议 根据委员的提议 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 以保护运动员的健康 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 报道还说 会议强调朝鲜要在国际比赛中 持续增加获奖牌数量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朝鲜立即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 其中包括关闭边境 以防止病毒的传播 朝鲜官方媒体多次表示 朝鲜迄今为止 尚未发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4月5号 美国媒体曝光一段 加州华裔家庭 遭邻居砸门辱骂的监控视频 受害华裔家庭也接受采访 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那么该事件发生在3月25号 一名男子猛砸受害家庭的门 并叫骂你们带来的新冠病毒 警方称该男子 以涉嫌虐待其父亲被捕 阿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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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多次 去中國回到 然後他說 你帶了疫情病毒 這是美國 那些事情 然後我的孩子 真的害怕了 我說 是你的家人 開門 你開門 你開門 開門 媒體報導 近日印度新一波疫情升溫 保萊塢演員 阿克沙伊·庫瑪 日前宣佈 新冠檢測呈陽敬后 他所在的電影劇組的 45名成員 也感染了該病毒 目前該電影拍攝工作 已宣布暫停 19日圈子 散場 10日圈子 8日圈子 現在 更多 就像 10日圈子 10日圈子 金龍 老大約 10日圈子 下面我来看国内的主要新闻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五款新冠病毒疫苗 获批使用 这五款疫苗有何区别 而用哪一个品种更好呢 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目前我国批准复条件上市 或紧急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有几种 我国已有五个生产企业的新冠病毒疫苗 批准复条件上市或紧急使用 其中复条件批准上市的 有三个灭活疫苗和一个腺病毒载体疫苗 此外还有一个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CHO细胞获批紧急使用 不同厂家的新冠病毒疫苗 可以替代接种吗 根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 现阶段建议用同一个企业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完成全程接种 如于疫苗无法继续供应 受众者异地接种等特殊情况 无法用同一个企业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完成全程接种时 可采用其他企业生产的灭活疫苗 完成接种 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接种者如何进行补种 需要重新开始吗 对全程免疫为两或三剂次程序的疫苗 为全程接种者建议尽早补种未完成剂次 无需按照免疫程序重新开始接种 为支持云南抗击疫情工作的顺利开展 早日构筑起免疫屏障 阻断新冠疫情蔓延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CNBG积极配调资源 疫苗国家队第一时间送去60万剂新冠疫苗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 截至2021年的4月3号 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13667.7万剂次 记者通过走访锐利紧急开辟出的 疫苗接种点发现 前来接种疫苗的居民 已经排成长龙 接种点将24小时昼夜不间断运转 而像这样的接种点 已经设置了25个 预计下周二 瑞丽将完成对适宜人群 全覆盖的疫苗接种工作 千呼万唤世界卫生组织 发布权威报告正本清源 用事实粉碎阴谋论 指鹿维马颠倒黑白 西方政客媒体联动继续制造伪命题 恶意攻击中国背后有着怎样的险恶用心 科学怎样才能战胜政治偏见 CCTV4深度国际邀请权威专家为您深度剖析 疫情之商一封公开信的背后 我们今天将与大家分享片子的第二部分 同时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只来到中国 并没有去到其他的国家做树原的工作 应该去其他的国家 包括美国 也包括它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生物实验室 对吧 来看这些相应的这些数据资料 对树原的工作 也许从全球的眼光来得出更客观 更公众这么一个结果 而这样的结果却让某些国家坐不住了 据CNN3月30号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 在世卫组织发布报告后表示 总统拜登认为 美国人应该得到更好的信息 以了解新冠病毒的来源 与此同时 美国还和澳大利亚 英国 加拿大 等13国政府在3月30号发表联合声明 对世卫组织的这份报告 提出了共同的关切 在报告公布的前两天 美国当地时间3月28号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进行视频访谈的时候 布林肯就拿尚未发布的报告 做起了文章 strive for you set at your confirmation hearing mr secretary that you belie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isled the world about coronavirus given that and the millions of people of course who have died around the world should trying to be punished for that and i think the the issue for us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do everything possible 虽然布林肯没有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但主持人却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放过布林肯 在主持人的逼问下 布林肯仍旧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却转而开始质疑世卫组织的溯源报告 除了美国的现任国务卿 美国的前任卫生官员 也对这份报告不是那么满意 美国前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 在美国3月29号发布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纪录片中 接受采访时 依然在鼓吹错误的观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赶紧在其对外摘药中写道 他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表的这一争议性言论 对于中国的比较明显的这种抹黑 其实是有套路的 首先就是逢中必反 就任何关于中国的积极的一些客观的一些报道 甚至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甚至是一些国际组织 经过来中国进行相关考察之后 得出的一些非常客观的真实的报道 只要对中国是积极的 那么他都要反对 他都认为你这完全是被中国所谓的操纵 是不真实的等等 然后后续的做法就是采取所谓的这种 有罪推定的方式 人们不但发现习惯性质疑 这似乎已经成为西方一些反华政客 和媒体的一种周期病 每当联合溯源研究到了一些关键节点 总是有一些人 既不是科学家 也不是卫生领域的专家 跳出来说三道四 几乎把政治操弄四个大字 直接刻在了脸上 继武汉病毒所泄露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来源于武汉实验室等谣言 被科学政委之后 他们又使出了新招数 在世卫组织报告正式出台之前 发布了一封所谓的公开信 试图误导舆论对世卫组织施压 那么这样一封所谓的公开信 是如何拼凑又是如何出炉的呢 就在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 还在撰写的过程中 3月4号 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 发布了一封据称有26名科学家联名的公开信 据不承认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 和中方联合发布的研究结果 要求世卫组织不得排除 病毒是实验室泄露的猜测 还要对这些猜测 进行所谓的重新调查 议程设置意味很是明显 那他在我们发布之前 要抢先的做这样一些事情 那显然就是为了 所谓的战斗先机 要主动来设置这些议程 然后这个设置议程本身 他们可能也预料到 这个报告本身应该说 是会客观公正的来讲这个现实 讲这个事实 把中国真实的情况 来呈现给世人面前 然后一定程度上 也会比较有力地回击 所谓的中国病毒 这样一些 这个子虚无有的 这样一些抹黑 所以对他们来说 可能如果在这个报告之前 来做一些动作 来发表一些公开信 甚至有些表态 来进行继续地抹黑 本身可能能够 按照他们的这种思路 可能会弱化这个报告本身的 这种正本情缘的 这样一个效果 然而这封被西方媒体 热炒的公开信 实则漏洞百出 世卫组织和中国开展的是联合溯源研究 而不是调查 这次联合研究是全球溯源合作的一部分 中国在自身疫情防控 面临较大压力的情况下 率先选择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 这样为全球抗疫事业做出贡献的举动 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一些国家 对中国有罪推定的依据 行为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跟选择 伤判出了 除非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 cake 去支援我們的未來努力 進行解釋出疫苗的基礎 公開信上所說的新冠病毒 可能並不完全來源於自然 這一結論明顯缺乏事實依據 過去一年來 關於所謂武漢實驗室病毒製造論 或洩漏論 全球眾多頂級專業的科學家 和疾控專家 均公開予以否定 2月15號 世衛組織在新冠肺炎例行發佈會上 赴武漢考察的10名全球知名的疫情 相關專家指出 新冠病毒極不可能源於實驗室泄漏 國際專家組的目的 也並不是針對所謂不當行為的調查 公開信攻擊中的 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 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成员构成 其原因是联合研究人员中 有一半是中国公民 公开信称中国科学家的 科学独立性受到限制 还称世卫组织专家组成员 挑选有问题 我觉得确实看到这个公开信的话 它确实充斥了极强的 这种种族主义的这种歧视感 但是它的这种说法 那世卫组织的这个考察团来回 它认为这个团里头有所谓的 这个中国专家和中国人 那就是不公正的 那中国作为世卫组织的 这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成员 而且分担了相应的 同比例的这样一种责任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 世卫组织的活动 而且又是在中国 自己相关的这样一种考察 中国的专家当然要参与其中 也更好地配合世卫组织 其他国家的同事 共同完成好这个工作 这是符合科学逻辑 科学精神的 事实上 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 有三个自行 实地参访需求 由专家组自行提出 访谈对象和访谈内容 由专家组现场自主确定 报告由专家组自行起草 联合专家组 是基于科学研究 和事实依据 开展溯源合作 最终的研究报告结论 正因凝聚共识 才更显客观 科学和权威 西方他对我们的这种指责 已经到了这种 肆无忌惮的程度 其实这个东西 你可以想一想 还是那句话 当我们无限地接近 世界舞台的中央的时候 你也处在聚光灯下 那么你在聚光灯下 你就会有掌声 也有各种的道菜 如果我说我们的实力 没发展到这个程度 那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忧虑 对吧 我们也没有这样的问题 至于说 这个在疫情的调查的 溯源过程中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相 他们真正关心过吗 我们讲说 WHO的作用 都被他们质疑 WHO如果不能够 被美国的利益所用的话 它就是不对了